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到了周末了,欢迎来到润人故事,也就是人物志 今天咱们讲的是老偷渡客刘玉生 他还真不如待在美国 昨天我看了这么一段消息 是那个谁啊,微博网友斯图卡98 应该是一个爱国博主这么说的 他说润美32年,现在坐着轮椅回国 找妻女分财产,这故事这么讲的 1990年呢,来到上海40岁的刘玉生 抛弃了老婆和8岁的女儿 偷渡到了美国 至此以后呢,他就彻底的切断了与妻女的联系 此人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纽约街头的流浪汉 2022年,在美国上海同乡会的一个人 在纽约法拉盛的大街道上 发现了睡在马路边上的流浪的刘玉生 同乡会的华人就见到他可怜嘛 帮着他重新办了护照 众筹给他买了机票,回到了上海 酒店呢,只住了几天就死活不住了 声称他更喜欢住在大街上,住公园里 连救助站都不去 最后在热心人的帮助下,又是发寻人启示,又是登报 然后又是在电视上寻亲 总算是和妻女联系上了 但家人都不愿意见他 现在跟他老婆女儿打官司抢房子 称房子是当时单位分的 现在房子也拆迁了 他的妻女呢,把房子应该分他一半 至少给他一半房钱 这个事我应该怎么看 刘玉生呢,应该是属于那批老的偷渡客了 其实咱这么说 这个偷渡客到美国呀 或者是怎么着的 这种事 这种事不是什么新鲜事 这种事很长时间就有的 其实吧 你说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甚至一百年前 有没有这个过程 那肯定是有的嘛 对不对 只不过现在我们看到了自媒体时代 看到李大帮知人知处 润人润处 跑到什么厄瓜多尔啊 走馅啊 走馅走完了 然后全程直播呀 全程直播到了美国呢 打着反中国政府的旗号 反中国共产党的旗号 然后呢 在美国的准备黑下来 黑下来之后呢 用他在网上的言论呢 用他在网上说的这些话呀 包括在中国大使馆面前举牌子 搞这个 给自己build a case 给自己一个档案 然后存了这个档案之后呢 他就可以申请政治庇护了 但是很可惜呢 最近呢 咱们的拜振华同学 也就是美西宗拜登呢 把这个移民政策改了 他们这些人办不了这些什么 所谓的润人移民了 这种事办不了了 但是之前呢 是可以这么做的 但刘玉生这个人呢 其实在他那个年代呀 其实就是为了跑出去 他就是为了跑出去 他怎么去的 我不太清楚 但是呢 我可以猜一猜 1990年 去美国的一般的途径呢 也就两个 也就是两个 就是两个途径 一个途径是什么呢 我们管他叫那啥呢 就是说 跟着 就是比如说他拿到了 去美国的签证 他去拿到了 去美国的签证 然后呢 到了美国之后 他就黑下来了 这个东西 我们管叫公派留学 或者公派出国 然后通过公派出国 然后润出去的 其实这是一个 非常被遗忘的群体 我觉得刘玉生 应该是这方面的人 因为他说了 单位给他翻了 翻了房子 然后呢 单位给他翻了房子呢 他应该是有编制的 他应该是有编制的 40岁能出国 要么就是说 他是得到了 去美国的签证 然后90年呢 90年当时 中国这边去美国的 也就是公派出国 公派出国 考察也好啊 他是做一些 就是做一些项目也好啊 再不再不就做访问学者 访问学者 大概是半年 或者一年的时间 当时就这种情况 所以当年呢 有大量的人 用了这个 用了这个途径 在当地就黑下来了 在当地就黑下来了 这个事儿 在90年代 因为90年代的时候 90年初的时候呢 90年的时候呢 还没有往美国的移民 当时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东西 什么时候才可以往美国 往加拿大移民呢 1994年 1994年的时候 中国这边 当时是江泽民同志嘛 江泽民同志 跟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 和当时美国的总统克林顿 双边 双边签了协议了 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可以大规模的 就是说可以大规模的 主动的这种 技术移民啊 主动的这种投资移民啊 就移民到加拿大 看这么一回事 我们是啥呢 我们是94年 我 我们94年 我父亲 他们先去的美国 先去的美国 是波士顿嘛 在波士顿待了三年 在波士顿待了三年 没有那什么 没有这种机会 移民 然后呢 我们是通过 加拿大 给美国 在美国的这些移民学者 有一个大概有这个 一千人的一个名额 一千人名额呢 然后我们正好 中了那个名额了 然后我们从那个哪 从这个美国去的 整个这个过程是这个 然后这个这个名额 很快很快就没了 就三年 就三年 三千人 他这么一回事 然后呢 刘玉生应该怎么过去呢 要么他是这么过去的 就是说通过公派移民 公派的公派过去了 要黑下来了 再就是啥呢 我为什么94年 是个分水岭呢 因为94年的时候 他是这么一回事 94年的 94年之后的 公派的这些学者 他们很多人呢 就是说 到了去访问学者的时候呢 在做访问学者的同时 跟当地的人联系 跟当地的人联系 跟当地的移民局联系 就已经把移民办下来了 那这么一回事 也就是说 他黑的那一刻 他已经拿到了 加拿大的移民 或者美国的移民 这么一回事 他通过这个什么 通过这个技术 技术员嘛 技术移民呢 或者engineer啊 或者stamps这些东西 这个事儿 就是公派的这些人 跑到美国 黑下来之后 然后中国这边 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说 对他们有一定的管控呢 应该是2004年之后 2004年之后 中国这边有一个规定 首先是你要公派过去 你得首先交一些抵押金 你交一些抵押金 这抵押金 大概是5万人民币 或者是有的很多 10万人民币 就是说 你想偷渡过去 你想黑下来 对不起 你的钱 我待会不还给你了 这是一个 另外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回去了 如果你要是那什么 你要是不回来的话 以后 你想回国的时候 可能就困难了 或者因为你占的是 国家的财产了 这么一回事儿 他整个就是说 对这个东西 还是有一定的管控的 但这个之前 跑出去大量的人 刘玉生呢 可能是这个途径 其实还有一个途径 就是当年啊 他们有一些跟着海员啊 跟着海员那个船啊 过去的 然后在当地就上岸了 有这种可能 他们走的是这条线 要么自己走 要么经过舌头 就是snake heads 其实经过舌头呢 这种事儿呢 还不是那么常见 因为这个东西呢 相对来说比较危险 然后一个人呢 在机装箱里 一待好几个月 待好几个月 然后就过去 还有一些就是说 直接了当跟着海员 上了船 上了船 然后就飘到美国 飘到美国 那在当地下了船 下了船就直接了当 就润进去了 这么一块事儿 所以呢 刘玉生不管怎么着 他到了美国 到了美国之后 他你想想 他40了 他40了 40岁到美国 非常非常的惨 原因是啥呢 你英语 你要想练 练不会了 什么时候 什么时间段 你能把英语练好呢 最好最好的情况呢 就是说你小学的时候 你去美国 或者加拿大 能把这个 能把你这个 说话这个声音啊 练得跟当地人差不多 如果你是像我一样 13岁 13岁 14岁去的 然后呢 后来 后来又拿着加拿大公民 跑到中国来留学 然后整着我真真正正在加拿大定居 我都25了 那这一下子 我这个英语口音就非常大 那我这口音就非常大 这个东西我也明白 这个东西我也明白 所以呢 但是有一些人比较特别 他有这个能力 他能把这英语练得特别好 但是绝大多数人 我知道呢 就是说他们呢 这个英语呢 就练的一般般 练的一般般 但是他读啊 他写啊 在这方面分析啊 哎 这个他比当地人强 这么一回事 但是你要真到35岁之后 40岁之后 你在那个什么 你在就是说 在当地 你是润下来了 或者是你那个 你盾下来了 你怎么着 你黑下来了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 我们这谁 我们的徐思远啊 我们的什么 来一杯美式啊 丁一多啊 不想当议员吗 他不知道想当什么议员 加上什么王清盈啊 王清盈见俩婆嘛 还有一个荷兰权 荷兰权更猛 和荷兰权是上海的嘛 他也要建国 他也要建国 一大堆一大堆这样的人 然后他们的英语呢 就不行了 他们英语不行了 怎么练也练不通 怎么练也练不通 就平时说话可能还可以 只要来点专业的呢 他就受不了了 所以呢 刘玉生呢 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说去了 没有英语 不会英语 那不会英语呢 你在当地 你找不到一个向上的工作 另外是什么呢 你40岁了 你40岁了 你在当地呢 想当一个洗碗机 人家都不会用你 为什么呢 因为有大量的 这种墨西哥来的 大量的福建的 广东的 来的小年轻的 18 9岁就过来了 他们洗碗的速度 他们洗碗吃苦耐劳 这个过程 肯定要比刘老先生呢 要强很多 所以可怜 我们的刘老先生 去了美国 去了美国 然后 没几年 可能是没两年 两三年 然后学门手艺 英语不好 学门技术 不行 当地 当时还有一个情况是啥呢 当地的华人 中国大陆的人 过去的都太少 中国大陆的人 什么时候 开始广大 大量的往美国一方跑 往加拿大那边跑呢 是1999年之后 也就是最近20年 90年的时候 90年在 你想想 90年当时 能移民到美国呢 1992年 1989年 之前 90年之前 非常非常的少 然后就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批人 我们管叫六四学卡吗 就是他们说 我们上街了 我们上街了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然后老布什 就说行 你就待着吧 当时有这么一批 就是说 你在89年的时候 你是在美国的 你在89年的时候 在美国的 然后呢 你在美国 然后你能证明 你参加了那个什么事 你参加了那个什么事 到时候他就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绿卡 我们给 我们把那个东西 起个外号 叫六四学卡 对吧 这个东西是当时 就是说有一批人 移民留下来的 他更多的人呢 是90年代后 也就是说呢 刘玉生去了之后呢 他一无依无靠 你想想 你想想 他去了当地 当地没有多少人 当地一般都是老华人 老华人我们知道 老华人跟这个新来的 这些华人呢 基本上就是两种 不同的文化 然后当地有一些 比如说越南人也好啊 比如说越南华侨啊 柬埔寨的华侨啊 这些人 这些人跟咱们的刘老先生 也出不了一块去 然后再就是一些什么 香港人呢 台湾人 你想这些人当时跟这个 你中国大陆过来的 也出不了一块去 然后当时这个中国大陆 在当地呢 也没有那么多移民 所以他呢就没有 没有这种 就是说亲朋好友啊 没有这种 就是说 能依靠的人啊 能依靠的这种社区 他没有这种事儿 所以很困难 当时那一代 如果你认出来了 你没有获得移民的身份 然后你连个身份都没有 你想打餐馆 打餐馆是非常卷的 我可以告诉你 一直以来 广东人只顾广东人 福建人只顾福建人 广东人还分地方 潮州人只顾潮州人 台山人只顾台山人 广州人只顾广州人 在加拿大 你说你会说广东话 会说广东话什么有用的 人家问你 你会说的是什么样的广东话 你是说的潮州话 还是台山话 还是广州话 到底是什么东西 如果你说的是台山话 台山的社区 只接纳说台山话的人 潮州社区 只接说潮州社区的人 你明白吗 所以咱们刘老先生 去了之后 你说你 这几个社区的都不是 福建的 想都不要想 你说当时上海 上海有没有人去呢 有 少之又少 屈指可数的那种情况 所以呢 他到了当地 明白过来了 美国不是天堂 美国肯定马上就明白过来了 然后呢 肯定看着美国就无依无靠 自己想打工 想刷盘子洗个碗 连大就 刷盘子 大耗子这个机会 他都刷不出来 哎 结果他怎么着了 就只能 只能就是说 露宿街头 流浪街头了 这是 这是一种必然 然后人家问他 人家问他说 你这些年 你为什么不回国 他说呢 我等着大赦 其实他这三十年啊 其实咱刘老先生 这三十年呢 正是美国 对移民 对难民 这个态度 转变的三十年 其实在冷战的时候呢 美国 尤其是在美国 平权运动之后 也就是尼克松开始 到冷战结束 这二十年的时候呢 美国相对来说呢 对难民呢 还是 还是 还是有一个欢迎的态度 比如说一九八零年 共和党 当时那个就是说 搞这个墨西哥 大量墨西哥 墨西哥人 润到美国 老布什跟里根 当时都是右翼的 都是右翼 现在右翼的移民 啥态度 当时 老布什怎么说的 说我们应该 给他们更多的移民机会 让他们做美国人 里根说呢 你说的很对 这招我一定要用 但是 但是什么 我要投资中美洲 我要投资墨西哥 在当地创造机会 在当地创造机会之后 这些人就不来了 这人就不来了 这还 这里根还说的一个 你不在当地创造机会 就有人在当地创造机会 大伙给你来个 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政权 全变红色的了 我们想要吗 墨西哥变红色的 我们想要吗 我们不想要 对不对 我们不想要 那好了 那我应该投资墨西哥 这是里根说的 那你看 这当时共和党 这两个人 他这么说的 现在你说共和党 对移民什么态度 结果1986年的时候呢 里根呢 在这个难民这块呢 就是进行了一番 大赦 就是1986年之前 润到美国呢 全都给移民的机会 这有一场大赦 这就是为什么 咱刘老先生 即便是刘乐乐 露宿街头 啃面包渣 抓老鼠椅子 针着大耗子 一看这大耗子 大耗子 看能不能吃 一看能吃 生吃 正好刺身的 吃大耗子刺身 大耗子 揪个大耳子 就开始啃了 烤吧烤吧 可能 这小时候我们都干过的 但是我没吃过 但是我们干过 烤大老鼠 这么个大黑老鼠 这么差 这是什么呢 他是啥呢 等着 等着那什么 等着我们管他叫大赦 结果呢 美国呢 90年代的时候 曾经讨论过一次大赦 最后一次 讨论大赦的是 小布什的头一个任期 2004年 但是后来呢 因为小布什需要大选 这事就搁置了 这事就搁置了 然后之后呢 就再也没有讨论过大赦 结果咱刘老先生呢 就整个他度过了 是美国对这个移民 对这个难民 对这个润人 态度由欢迎 到这个 到这个 到不欢迎 到现在的证悟 整个30年 这个过程 也就是说呢 他这30年的缩影 是美国变化的缩影 美国由胜转衰的缩影 美国对难民的态度 对移民的态度 由友好 变成敌视的缩影 也就是说啥呢 他在自己的 就是说 法拉盛的街道上 捡垃圾 露宿街头 整个这个 整个这个过程 其实他这个遭遇 他属于自己的 一个悲惨世界 完全自己创造出了 这么一个世界 他是整个经历了 就是说 美国由胜转衰 这么一个过程 对难民呢 由欢迎 到不欢迎 这么一个过程 他现在是啥 他等于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说 被时代遗忘了 他被时代 他是彻底 被时代遗忘的名人 他呢 现在如果再想这么着 不可能了 如果又不是侨领 帮着他呢 帮着他 可怜他 他现在可能 可能有一天 在不久的将来 可能就会 哎 露宿街头 有一天晚上 没起来 哎 就就就 冻死在垃圾箱旁边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所以呢 现在他回来了 回来之后 他干这种事 干说说 说房子要分一半 给我一个感觉是什么呢 就四个字 臭不要脸 这个人就臭不要脸 我去 我去说这个人 可不可以 就是说拿到这 这房子一半 我个人 我个人认为不可能 为什么 你当年 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你没有任何的责任 作为一个丈夫 作为一个父亲 没有这样的责任 我今天四十了 我没结婚 但是我可以说 这种这种话来 就你作为一个丈夫 你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孩子的爸爸 你没有尽到这种责任 你没有尽到这种责任 现在你要回来 让他们把房子分给你一半 四个字 臭不要脸 知道吗 臭不要脸 还真不如滚回去 还真不如滚回去 中国不是你的国家 你抛弃了你的国家 你抛弃了你的国家 你润到外边去 想让人大赦你 想偷鸡取巧 想让人大赦你 一边懒着去 别跟我玩这个 知道吗 别跟我玩这个 所以我对他什么态度 就我看到整个这个过程 我看到整个就是说 整个说他完完全全被遗忘 完完全全被抛弃的 这么一个人 我希望对他最好的归宿 就是被历史彻底的抛弃 他就是历史的一个尘埃 就一个尘埃 彻底的被遗忘 这是最好的 所以呢 他真就不如 就是说什么呢 让他待在美国 让他待在美国 有一天呢 在垃圾箱旁边呢 看到了他的遗容 这就挺好的 为什么呢 到时候就会有像冯兆音老师 像冯德云老师 或者谁谁谁的 这些 这些记者 女记者 到时候就可以给他写一篇文章 登在纽约时报上了 也就是说呢 让他 让他 什么 得到了15分钟的fame 得到了15分钟的曝光嘛 这就是他的归宿 这应该是他的归宿 但是呢 乔领这些人太仁慈了 乔领这些人太仁慈了呢 给他的结果呢 就是 现在这个情况 还给他个机会 想把房子要回来 那就是四个字 臭不要脸 不如待在美国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眼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 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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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